高宏安的爭議 又爆一樁寡婦樓爭議 對 而且這是三立的獨家新聞 那個是馬鈺文去調查這個新聞 那為什麼說叫寡婦樓爭議 首先先講這個寡婦樓 這個寡婦樓所在的位置在哪裡 這個寡婦樓的位置非常的好 他你看這上面 他臨近清大夜市 而且是靠近新竹八大學區 最重要是這邊還有馬接醫院 然後這個生活技能 我跟大家簡單講 因為我是我家在新竹 你知道這一塊 這個附近有文教新城 光復新城 這一些過去的國宅 你知道那一邊 連國宅 而且都已經二十年上下的屋齡 都一坪要賣到二十幾萬 所以你想想看 這邊的新城屋可以賣多少錢 很值錢 然後所以你先用一戶來看 因為這一塊的土地 大概 附地有多大 這周邊的附地 其實就是清大夜市附近 所以你想想看 對於在竹科工作人來講 住這個地方是多好的選擇 所以這一塊都根案 其實大家都垂涎很久 但是為什麼會鬧出寡婦樓爭議 因為在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當時你看 因為他有這個寡婦樓是獨特的建築 你看這個寡婦樓獨特在哪裡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房中房 外面有個大房子 裡面屋中屋 然後裡面還有屋子 然後所以這個寡婦樓 當初被當作是認為說 這應該是個文史 要保留下來的地方 結果呢 偏偏在二零一五年 四月份的春節連假的時候 就有人在那個時間 故宮偷拆 把他給拆掉了 拆掉之後 這件事鬧很大 鬧很大之後 當時的市長是林志堅 所以林志堅就凍結了 他的都庚的審議 結果現在看起來 在高皇安現在看起來 整個對於他的都庚審議的部分 看起來是要開始審查 所以你看 這個高皇安是去年十月二十五號 上任新竹市長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 關於這個寡婦樓 這現場的都庚的部分 三月十四號的時候 現場會開 然後也開了專案小組的出審會 所以看起來這個流程 就是要往解凍的方向走了 所以三月就啟動解凍了 也就是這個都庚案 本來是已經停住了 不能都庚了 他一上任才三個月就解凍了 為什麼解凍 跟安悠悠有關嗎 大家當然會往這邊去猜 為什麼 因為好 首先先講 這負責這個案子的開發 叫做李明開發 大家上網都可以查到 李明開發 然後這個李明開發 跟另外一家高登國際都有關係 然後最重要的是 等一下我們會爬梳 告訴大家 他其實就還是新竹的倉議建設 相關的企業 然後我們是不是有前一陣子 跟大家講 這個回建築裡面 這回建築蓋的 如果你去看的話 我們阿川有特別拍照片 告訴大家下面就一個 大大的全倉議三個字 就是倉議集團蓋的 那倉議集團蓋的這裡面 那前一陣子不是傳出 他的八樓有兩戶 其中一戶租給李中庭嗎 那李中庭是用五萬的價格 去租了這一戶 那這一戶 其實坦白說 他合理的租金應該是多少 一百坪的大小 一坪一千塊 他合理租金至少要十萬塊嘛 所以這個三立的記者 在挖這一則說 這個有個有趣的對價 你看能不能構成對價關係 就是如果十萬塊 低租給李中庭五萬塊的話 等於中間是不是有個 五萬塊的價差 跟市價價差 所以這裡面有個五萬四萬 那個的價差的情況之下 那你高宏安跟建商的任何的關係 大家一定會用放大鏡來檢視你 會甚至用顯微鏡來檢視你 所以人家在看的就是這個公司 你看哦 這個是高登國際的這個前董作 就是他這個原來的負責人 叫做林美滿 就是阿川說的阿蠻儀 阿蠻儀 那這個阿蠻儀 其實就是租給這個李中庭的這個屋主 阿蠻儀就是李中庭的處住了 對 房東了 他的處住了 他的房東 回建築的房東 他是回建築的房東 暖心房東 然後他也是這個高登國際的創辦人 然後跟他有關的這個李明開發 你看他的兩個高登國際的這個董事 都在李明開發裡面 也擔任董事的角色 董事叫林美英 林美英跟林美滿 應該是姐妹的關係 一個阿蠻 應該有家族關係 對 家族關係 所以來 回建築的房東叫林美滿 他同時是高登的創辦人 而高登呢 來 我們再往這邊看 高登又跟李明 好像有某種千絲萬縷的關係 因為李明的獨董 叫林美英 李昌輝 我們就先不要管李昌輝 因為林美英比較容易連結 那林美英呢 是李明的獨董 而李明又是寡婦樓的得標廠商 那現在就勾出來了一個人脈和金脈圖 是 而且這個我們不要講那麼複雜 講太複雜 觀眾可能就灰了 我們講簡單一點 那個高登 跟他的公司的負責人 現在登記已經改成叫陳淑莉 這個陳淑莉是誰呢 就是倉意建設真正的老闆 楊玉權的太太 所以他還是倉意建設 你用這個角度去理解 倉意建設李明開發 然後跟阿波安宜 他們都跟倉意是相關人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這裡面為什麼特別敏感 給大家看一下 坦白說在寡婦樓拆掉之前 他其實爭議就很大了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倉意建設跟誰行賄呢 跟前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的分署長 這個跟這個洪家宏來行賄 那阿官你知道這行賄的過程多戲劇化嗎 他等於跟倉意建設 透過一個黃姓的中間人行賄了 所賄了兩千萬 然後這兩千萬 他怎麼拿錢的呢 來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監察院的彈劾文裡面寫的 寫說當時這個行賄案 你看他跟這個倉意建設 當時實際負責營運的操盤手朱彥龍 跟他行賄 那一開始跟人家行賄三千萬 那後來倉意覺得三千萬太多了 然後只願意給兩千萬 那後來是用什麼方式給錢呢 觀眾朋友你看 給錢的方式這麼有戲劇化 當時倉意建設跟關係企業 李明開發 這個當時等於是行賄兩千萬 然後怎麼給錢呢 你看他給錢的方式 你看這都是他相關細節 他給錢的方式 你注意看 他是把錢怎麼樣 裝在 用推車裝在水果箱裡面 然後放到中間的行李後車廂 然後再把這個錢交給 這個前營建署 這個城鄉所分署長洪嘉鴻 那你看這個是用兩千萬的現鈔 裝在水果箱裡面 放在推車上面 然後推到這個停車場地下室 然後再放到中間的停車廂 不是茶葉罐 就是水果箱 就是行李箱 對 那你要想說兩千萬的現鈔 要裝滿那個水果箱 這過程很戲劇化 所以這個案子 為的是什麼 為的就是當時這個叫做光復段的1034帝號 這一段的都更案 那所以這一段也是寡婦樓所在的位置 這就是為什麼當時這個案子 林志堅凍結 除了我們剛剛講到這個前面 那個拆骨機的這個爭議之外 另外牽扯到這個行賄爭議的部分 所以這個案子在當時有很大的外界會有疑慮的地方 所以他不得不凍結 但是顯然高鴻鴻 你在跟回建築跟倉議方面有這樣的 我們講說這房租跟男朋友的關係的情況之下 那你在遇到這種事情 當然你就會被檢視的更嚴重 好我們來看寡婦樓到底這個都更案 會牽涉到多大的利益 這個餅有多大 據說超過百億 因為他的面積 他在光復段1034D 他的面積有9383坪 預計要興建什麼呢 地下2到4層樓 地上15到24層樓 他要興建商業以及住宅大樓 總共要興建13棟 那你可以想像13棟 這個利潤有多龐大 來講一下寡婦樓 可能觀眾朋友對寡婦樓比較陌生 但寡婦樓其實在林志堅的那個時候 就是說絕對不能動 對 因為寡婦樓其實在二戰非常重要 尤其我們做文字審議 我也做過文化處長 文字審議重要是他在歷史上的重要性 他在二戰的時候代表的叫做日本航空隊 就是所謂的神風特工隊 因為新竹機場就是神風特工隊 從台灣起飛非常重要基地 所以他需要一個燃料補給 燃料補給就是所謂的六燃場 他寡婦樓在日據時代 叫做六燃場 是在二戰時間非常重要的燃料場 供應給日本神風特工隊 去做所謂的攻擊的 所以他在二戰的工業建築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工業建築 而且他在戰後 尤其在戰後這個歷史裡面 有一個叫寧姓的上校 帶了很多所謂的失去老公 所謂叫寡婦 就戰死的士兵的家眷 住來這邊 這個是台灣非常 所謂的眷村常常有的形式 就住到所謂的日本的 所謂的公有的建築裡面 或者日本的軍事設施裡面 為了住在裡面 所以他們只好家蓋 家蓋之後他外牆就留著 那裡面就是會家蓋 所謂的違章 讓自己住的舒服 所以才會有屋中屋 對屋中屋的形式 所以形成這樣子外牆可以看到 是一個日本軍事建築的模式 裡面其實都是一間一間的 所謂的屋中屋的模式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所以他當初其實是一些 在沙場上戰死的一些女眷 所以為什麼他們住在這裡 被稱為寡婦樓 因為很多都是老公去戰場 也過世 或兒子也不在身邊了 那他是一個日式建築 那裡面在從日式建築裡面 又蓋了一間一間的小房子 所以他們說是叫屋中屋 是非常特別的建築 對 是分配給所謂的 軍眷住的地方 所以這個就是以前叫做 我們叫做所謂的眷村改建 或者的時候 都會做所謂的眷村保留 所以其實是非常值得 做眷村保留的一個地方 所以才變成文史的 被列管的 這是一個歷史遺跡 所以被列管 列管之後文化局列管之後 結果就被拆了 就是常常我們在文化局 以前我們在文化局 常常被說是焚化局 尤其是日式建築 常常就被一把火就燒掉 他就直接就用推土機 挖土機就直接把它拆掉了 所以當時林居間是震怒的 震怒的 就是非常生氣 而且是整個新竹市的文史界 對這件事情非常生氣 因為它是非常重要的二戰建築 所以在所謂的文史界 極力的反對之下 他才停止了這個都更案 因為我們都知道 所謂的公辦都更跟自辦都更 最大的不同就是 如果是公辦都更的話 文化局可以要求你建商 要保留這塊建築 保留建築還要修復 而且我給你 給你容積之後 你還要回饋給這個營運 這個東西相對來講 他們現在全部拆掉 蓋這麼多大樓 會損失多少的利潤 這個就是文化局要列管 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這個都更案可以蓋的話 可以通過的話 表示文化局也知情 因為這件事情 文化局一定給列管 所以前前局長 你是不是因為這件事情 擋人才錄了 是不是應該出來說清楚 好